好我們回到節目的現場 來這個歐教授你怎麼看 陳松山的聯合政府之說 是足以說明 民進黨裡面說了 這個原來還算核心的分子 從主流走向非主流 都有共同特色 就具有浪漫主義 跟幻想家的特質 這樣的人除了沈大佬以外 其他都成為非主流了 不 這個因為陳松山 他講這個東西 之前的時候 媒體也報導 就是說蔡英文好像有意要拋出這個 他後來點到為止 然後沒有再講 講了又收回來 我放個氣球了 對 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 在這個時間點上提出這個 那就真的是在暢衰民進黨 他自己的整個的選情 所以是不合理的 可是宋楚瑜 最早他在沒有宣布 參選總統之前 他是有這個盤算的 就是說我如果說 能夠在立法院 拿到過5%的話 對 我可以跟國民 他覺得國民黨不會過半 那我就有左右逢圓的機會 可是現在看這個狀況下去的話 到時候宋天他們都會 我們黨不會過半